公尺 全体准备 咱们打开 第十二场正式开跑 出差以后呢 火箭飞船就一马当先抢在前面 跟在他身后外侧的位置呢 就是名胜 不给他这个机会啊 想要去抢夺领放权的 更外栏的位置呢 还有秘密武器 也走得比较积极的 更外栏还上来一匹呢 就是永结同心了 再后面的位置呢 还有这个萨里山呢 再后面还有跟上来的是这个卡萨布 卡萨布的身后呢 则是迪亚兹 在两个的马位以后的外侧呢 就是永结同心 内侧的位置呢 则有夏天的风 电尾的马匹呢 就包括了这个圣 大统领 以及穿越时空 现在进入直路在平抢的阶段呢 这个火箭飞船和内侧的马匹呢 斗得难分难解 但是外侧的名胜呢 是抓准这个机会的 不过夏天的风啊 突然从内侧的加速 摆脱了后面的对手啊 更外栏的位置呢 永结同心去追 永结同心又爆大龙了 188块啊 这个永结同心 但是呢 后面呢 萨里山也走得比较接近 在跟住呢 就是名声 但不是他 夏天的风都突然间 哇 今天真的是在赛程不对的这个情况之下 他真的想要动手 最后接到40多块 只不过让这匹永结同心逮住 哇 全部大号码 萨里山也是冷的 我看这四重彩没有人中了 那些前面早段在领放的通通都没有 嗯 只有一匹名胜保育的第四名 名胜说 我烧干了 哈哈哈哈 这场是那些后上的全部冲上来 188块的独赢 34块的位置 天呐 滑定闲啊 他都知道下个礼拜那个背 他的匹马出来没钱了 所以他现在赢的都是有钱的 啊 哎 最外蓝了 对啊 现在根本都没有走势的 整个马圈他封得死死的 根本没有走势的 迪亚斯还在那边挡他了 现在才开门 然后内侧的那匹就是 夏天的风 哦 真的 哦 你看那些火箭飞船啊 什么全部都在那边撞了 这场我投降的 好 好 不 好 感谢观看